去年5月我們去了歐洲旅行一趟 一共去了六個城市 倫敦、巴黎、柏林、布拉格、巴塞尔納跟阿姆斯特丹 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們一共就只有大概12天左右 也就是說每一個地方我們只能待上48小時不到 不過我們真的非常期待能回到這些地方去衝突內容 所以很難去捨棄掉的每一個城市 於是我們給我們自己一個挑戰 與其像以前那樣子就是只是單純的旅行 那我們不如試試看能不能在這48小時有限的時間之內 去捕捉到一些最能代表這個城市的照片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次歐洲的行程吧 離開巴黎以後我們抵達了第三個目的地 柏林 也試一下你這身補妝是怎麼一回事 我就根本穿的是一個號機 然後我開著 所以他就拿一個裝飾給我穿的 你知道旁邊的人都還是穿場袖嗎 我們對柏林的喜愛 也來自於他那新舊融合的氛圍 走在城市中 你能同時感受到歷史留下的痕跡 和現代化城市的方便性 物價便宜是柏林的另一個優勢 大概三四百塊台幣 你就能吃到到底的豬腳料理 我們在Master Pops的一間非常有名的豬腳店 在Alexander Place的旁邊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上次來柏林的時候 其實也有路過然後就 就路過去吃然後不知道他其實很有名 然後這次我們特地回來再吃一吃這間豬腳店 我們在北京 如果你想捕捉柏林市中心快速移動的氛圍 我們想推薦Alesson Deppert 作為柏林市中心鐵路的交匯點 大家要後方一點時間 然後我們會先走 謝謝 從柏林我們搭上火車 四個半小時後 我們抵達了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我們下午已經到了布拉格 然後剛剛就先去放了我們的行李 然後再去買一些東西 然後吃一下午餐這樣子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出來拍攝 有一隻超級大隻的空虛 他看到我們這邊有拍攝 對 哈囉 你看他腳超級大聲 布拉格在日落時刻特別能體現出 近色城市的別稱 我們短暫探索布拉格城堡周邊 便決定登上老城橋塔 這個是一個 我忘記了 我們上來很多次 但我們也忘了很多次 對 對 這邊 在這個child spring 他其實對面也有一個 然後我們有一個小型 當布拉格進入花燈初上的藍色時刻 迎接我們的辨識波西米亞的獨特氛圍 現在是早上 六點鐘 我們剛剛在荷安邊 被人眼控拍鏡 然後現在在橋上 人比宜座店少了很多 所以如果想要好好拍照的話 可以挑日出的時候來 風景顏色很好看 對不對 顏色特別好看 當一個天鵝王 他咬得太久了 我會害怕 他牙齒就覺得太差了 他沒有牙齒 我們在旁邊玩了天鵝王之後 我們到了 荷安坦的一個制稿點 叫做 是不是說是要列台 沒有就是列台 然後從這裡可以看到一個 應該 迷境片上會蠻多 有看到的 然後已經在開拍啦 第五站我們來到西班牙的巴塞尔納 我們打算以輕鬆一點的節奏 來度過Edison的生日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抵達到我們住宿的Airbnb 特別漂亮 我們就住在最頂樓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啦 這是什麼 來到巴塞尔納納的第一件事情 當然是品嘗海鮮燉飯 這次就是Airbnb的主人 他就會就我們來這邊吃 因為他說這邊很大 然後又很便宜 然後東西也比較好吃 然後上一次就是有這樣一大盤 然後有很多麵包 然後很多 然後有炸的海鮮 一些炸海鮮 然後在城上 好像還有一些 小沙拉 對沙拉 對那些的 然後 只要二十包 二十包 所以他現在 他可能覺得這樣會虧錢啊 所以現在把這一盤直接改成 三十四喔 好吃嗎? 真的好吃啊 歐拉 我們在巴塞尔納的第二個早上 然後昨天我們要去 那個巴特勒之家 對 這樣一杯 那時候我們買是兩欧的樣子 但我們覺得這已經很多了 就是算是我們超純粹 而且就很像當零食這樣子吃 然後只要花到兩欧 你就也可以吃到 好吃的火腿這樣 這市場除了這個東西以外 他還有很多的 水果啊 然後 生魚 對 然後還有他們這邊的 港地西班牙的料理這樣 我們上一次也是住在這附近 然後早上會來吃 一些什麼西班牙烘蛋 對啊 然後還有一些塔帕斯這樣子 所以還蠻不錯的 結束巴塞尔納的美食之旅 我們再次搭上飛機 前往這趟旅程的最後一個城市 我們現在到了我們最後一站 荷蘭 然後我們現在在 阿姆斯蘭的河邊 運河旁邊拍 一些夜景的照片 可是他們這邊也都在施工 我不知道為什麼 整個歐洲都在施工 對 我們到了哪個地方都在施工 然後每個地方基本上都會下雨 所以 不知道說運氣不好意思怎麼樣 就我們現在在那個 阿姆斯蘭的那間 算是一個潮流點吧 叫做帕塔 然後這是 他最近有跟那個 俊登伯恩做一個聯盟 所以就要看看他有什麼 比較特別的東西 現在是阿姆斯蘭時間的 我們晚上八點了 對 才剛剛要夕陽 下山 就是這邊我們剛剛邊走 然後就看到前面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光 然後就覺得可以 就運用一下 然後所以就是想說拍一些照片 也拍一些影片這樣 我們 準備回台北 嗯 吧 因為我們第一次帶那麼多 七層出來外面拍 對啊 就是第一次一滴全程用四顆來拍 對 然後又帶魚台啊 然後四個那個 一滴這樣加起來 其實重量也蠻重 所以對整趟旅程中 其實真的很辛苦 對 好那我們要等級了 大家掰掰 大家可能都因為 社群平台上從你們後面來聽的訊息 而呈測很多負面的程序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希望在這個頻道上 可以傳遞更多正面的內容 歷史中心也想提醒自己 在自由的旅行 那所在這個世界 是多麼大的物資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次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轉 在下面留言 100層 讓我知道你看到的這裡 然後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希望我們很快 在下個影片看到你